这个果子前段时间我发过图片 好多人都没见过 介绍一下 这个是云南拟丹性木兰的孤土果 孤土果呢 是果实的一种类型 属于甘果中的裂果 像八角啊 牡丹啊 还有木兰的果子 都属于孤土果 拟丹性木兰呢 是木兰坑下面的一个鼠 下鼠能有五个种 云南拟丹性木兰呢 属于其中的一种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我国特约 主要分布在云南和广西 果子成熟的时候啊 会自己裂开 一个孤土果里面啊 有很多颗红色的种子 种子的下面啊 有一些细字跟果皮相连 看上去能有点像小孩子的期待啊 这个果皮掰开以后啊 特别香 味道非常好闻 用来提炼精油或者是做香啊 肯定非常受欢迎 这香薰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木兰鼠的植物啊 不管是花叶果 都可以提炼精油 药用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虽然云南拟丹性木兰属于二级保护植物 但是在云南还是比较常见的 主要是树形好看 木材也是优良品种 所以呢 人工繁殖比较多 常常被用来做绿红植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多用来做绿红植物